手機螢幕前的觀眾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推薦2020潮州高冷氣三大美食 帶你吃吃飽睡 那就Let's go go 首先來到第一間潮州文記肉園 清爽的清蒸肉園 軟嫩的外皮搭配塊狀肉塊的內餡 加上一點獨特醬汁 潮州同班美食值得一試 現在吃飽了來點喝的吧 夠夠 現在來到衛玉珊珊鍋廟前的清早茶 我賣給十幾年了 十幾年了 什麼時候說要做這個 我以前都要做油 油分的油 就是這樣吃的 因為我們宣傳是電影館 以前是電影館不跳 油分的油分的油分 油分就是人塞頭 打滾頭那種的 那就是電影館 我們以前就是在賣油分的 現在我們就是 因為如果我不會這樣走 我們走那個就沒有 我們的研究的油分 我認識到家裡的家裡的家裡 家裡的家裡的家裡 家裡的家裡的家裡 我頭子是不會用這樣 我頭子是用生威庭 現在我進去到外面 我現在就沒有人家裡的家裡 我家裡的家裡 好像不太大 是不太大 是不太大 有煮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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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煮麵 我這十年吃到 就是這個口味 人家裡的家裡都會好 不安吃 又又又吃 又又退火 這就都開到股閉 又會空 所以你們太擔心 有煮麵 有煮麵 就能吃 大家買到股閉 又會空閉 像我現在買到股閉 我以前買不到一塊 現在買不到一塊 買到十塊 但是我很多人都沒有氣 現在有時候都不在股東 但是我剛才在陪那裡 大家在說 我少量大 我沒有請人 是說這樣我才是美好 我如果說少量酒 或是說我都請人 這樣就算是美好 你就貪了就不夠好人 這樣 都吃飽喝煮了 是不是該來點甜點了 沒錯 最後再來到我們非常好吃的 小涼冰 哇 看起來好好吃喔 溫熱的配料 和清涼的碎冰尬在一起 蹦出新滋味 炎熱的天氣 就該來吃草州的特色美食 小涼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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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今天的草州美食介紹 想看更多請按讚加分享 給更多手機螢幕前的朋友們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小涼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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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